这不是那些理论家们,说解决这个问题在报纸上,这个通蓝的标题啊,不是在那儿忽悠的内容啊,这些就业怎么办呢?不找市长,找市场,怎么办?自谋生路。 应该这么说,这一套东西呢,和我刚才跟大家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暗资分配,市场经济等等这一套东西是互相配套而生的。 因为,只要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要有生产,这个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只要有暗资分配,和只要有市场经济,这个利润关上的一切为钱啊,运动,这样一套生产原则。 那么,那么,个人的生存状态就一定是自谋生路,它是个配套的一套,对吧? 那么我们摸索这么多年,发现这个事儿有问题,很多人拿这个自谋生路啊,谋不成,确实谋不成。 我给大家举点比较,这个极端的例子,对吧? 共和国有个上线叫陈世青,他比较儿子跟我是同事,有一度啊,他也是对这个市场经济,套到这个海里的群人。 你知道那时候,他在半日路附近那个沙沟的那个地方啊,他推一个碗车卖菜,大家别觉得奇怪,都是真的,推一个碗车卖菜,他叫陈毅定,我的同学,同班同学。 陈世青,江青在蒙放大盘命的时候,写过一个东西,《卫年冥定新宫》,大家记得吧? 那么,《卫年冥定新宫》中间有一段话,还就是说,陈世青同志啊,你那个孩子管起来给我,他的孩子不要淘气,是吧? 我孩子管起来,就是指的这个陈世青。那么这个陈世青那个儿子,是吧?他呢,就是后来推一碗车卖菜,卖菜呢,就多少有一点积累,于是在沙沟那个地方就开了个小饭碗。 我跟大家说,那个小饭碗多大啊,一层啊,大概就是四张桌,每张桌子也就只能起起巴搭的后三次的人。 四五个人就平起,不是说大人桌啊,坐十个人,不是那个规模啊。 然后呢,他在这上个团,那时候克里斯拉的面,就架了一层,弄了一个阁楼,上桌就摆了。 我还到那些地方去,吃饭,把我的那些朋友们同学们呼吁了去,说陈一边就在这开个饭碗,走不去,吃顿饭,把他呼吁去。 那意思呢,就是说知识是什么,最后的结果,这位陈一边把饭碗开了下去,夸了。 后来呢,他又说怎么办呢,怎么在佛国这样,于是呢,他就卖那个起笔记,给饭碗里面送那只起笔里面,就类似那些东西。大家都知道,就用这样的方法出去。 结果也是意外同意,他跟我是同龄人呐,后来,没有办法。 生活非常简直。怎么办呢,这事儿来找组织啊,是吧。 找组织把过去的他那些工的,那发造的,那些续织上的,最后呢,就是,按一个,就是最低的,这个,这个,熟工职工的,这个,最继续的那条织节。 给他了,最后是最后的这样子,到现在是这么几个时候。在这期间,他得病了。得病没有钱看病,怎么办?同学们大家套了一包,给他做什么。 我说的是一个共和国上将的儿子,而且是知名上将。在市场经济的这个大海里面有有尚且如此。 我们许许多多的普通大百姓,那么他们怎么样?这些事儿无需过不出。 除了少数幸运者,他逐渐地能够成为资产的所有者,能够雇佣别人,他逐渐逐渐积累起财富。 社会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这个尖门谋生的这种中间,他们一系列的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解决起来是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 那么,这里面就需要重新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在今天,我们必须结束自谋生路的这样的一种就业思考。 我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已经实行过的共谋生路,跟这样一条轨道上去。 毛主席解决解决中国人民的就业问题的时候,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共谋生路,而不是自谋生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就是我算是抛尊隐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 促成我们这个大力,在纠正这些年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理论错误和实践错误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已经给我们创造好的一种共谋生路的这样一条道上去。 当然,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讲,他能够自谋生路,因为他有些特殊的本事的技能。 他可以,但是对于愿意走共谋生路的人,作为我们的党和政府,一定要给他机会,或者说无条件的进行安排。 只需要他是在劳动年龄的人,就让他去进入政府国家所安排的这样一条就业和生存的轨道之躯,保障他的基本生存。 醫療、養腦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我還是在這裡想說 最終中國的問題 還是要靠社會主義的這套思路原則來救中國 而不是靠那些狗屁們 我對他們都想叫名字 所宣傳的 所謂走資本里的道路才能救中國 這是我想在那邊,謝謝你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們是在遵義 我們參加了遵義會議的紀念館 回憶了遵義會議的當時的一些事情 我突然之間就有這種想法 我說我們開遵義會議的當時的這些領導者 大家知道國庫上有很多錯誤 李德對中國革命大家真是罪過也大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國庫也好 國庫也好,李德也好 他們所犯的錯誤 都不是本質上的 這樣一種 而都是屬於認識上的,順便上的 那麼作為國庫在遵義會議的這樣的一種情況下 他最後是福氣的 他是教權的 因此我認為國庫偉大 那麼周恩來呢 非常偉大 他知道自己不行 在三人團的這個過程中間 是吧 他 這個這個跟國庫他們這麼一配合的結果呢 是 到了遵義幾乎 幾乎 幾乎 而維持不下去了 所以周總理的偉大 周恩來的偉大 就在於他勇於承認